英国首位印度裔首相苏纳克 在日前准时接受英王查尔斯三世任命 称为新首相 而日前英国正处于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再加上保守党因前首相特拉斯用人为亲的作风 而产生严重分裂 以及新冠肺炎、乌尔战争及能源危机等问题 让苏纳克被外界称为接手烂摊子的英国首相 在任命后的声明当中 强调会用尽全力应对经济危机 保护民众生活 同时他也向仅上任四十五天便辞职的前首相特拉斯致意 说他想帮助国家的心没有错 只是做了一些错误的决策 而苏纳克将会矫正这些错误 而后在筹组政府的名单中 苏纳克沿用了许多前首相团队的高阶阁员 似乎在暗示英国政府的连贯性及统一性 至于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以及是否能够长久任职 成为民众与外界关注的焦点